四大赛事 武林峰 昆仑爵 峨眉传奇 勇士的荣耀 作为赛事之一的峨眉传奇 培养出了大批优秀选手 韩飞龙就是其中之一 2016年 韩飞龙用太极舍升期 KO北极熊 甘萨雷斯 一战成名 所有人都认为 太极不能在擂台上实战 太极是一种表演 无法实战 无所谓 我去尝试了 并且会筹划 那只是其他人的片方 我不相信他的 我只相信自己 韩飞龙有可能会成为 中国搏击世上 第一位独挑四大派拳天王的 中国选手 投进口取得六战全胜 三次KO对手的就位 太极飞龙 韩飞龙 攻击世上 韩飞龙先后击海岸 号称四马海军天王之一战 沙鱼狼和消杀黄 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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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从来没有求之做自己的挑战 不管面对哪一位挑战 我们做好自己 凤凰到一种挑战 雄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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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在泰拳天网中是最难兰 也是最有用的选亡 曾经击一份无数的金后手 那么韩飞龙接下来将会挑战谁呢 没有人是长寿教你 不去怕任何人 不管对手是什么 我都会击败你 金腰带是职业拳击手 对于某一级别冠军的奖项 得到金腰带 就意味着成为了这个系列的王者 国内传奇的金腰带环境 在国内乃至世界也是排入前路 想要辅到这个金腰带 就会产生所有人 金腰带对于一个全球的力量 是无意的效果 我也想以为能够输入 重点 你会人所吸进 你会寻有所得 如果你下方有力 你就会赚钱乌皇 无眉传奇 做自己的英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